中韩美军二等兵特拉维斯金 星期二参观朝韩非军事区板门殿时 闯入朝鲜遭到平壤拘留 至今去向沉迷 白宫发言人皮埃尔表示 包括白宫 五角大楼 美国国务院 以及联合国各方都在积极追查它的下落 预计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掌握更多资料 并承诺任何最新消息都会对外通报 从2021年起 驻扎韩国的美国二等兵特拉维斯金 早前因为袭击指控 而在韩国受到关押 准备遣返回国 接受处分 却在离境之前 混入参观板门殿的游客之中 在直冲非军事区 最终落入朝鲜手中 朝鲜官媒至今 还没有对事件发表任何言论 朝鲜驻联合国代表 也没有立即对此作出回应 在韩国提供的下落 连食用多重 应该是一位 公司 余强的倒入